YOW! 歡迎收聽新一集的 求養之聲音錄影節目時間 又為小弟Marcus 和大家聊波徑 遲來的曼城阿仙奴天王散決戰賽後平 大家也知道星期天晚上很開心地搞了一個看球派對 也很感謝八十多位朋友 一起加入中環Liberty Exchange Bar 搞的看球派對 一次過看完兩場球賽 現場當然有很多阿仙奴的球迷 也有很少數的萬城球迷 也有利物浦的球迷 我想那一天起碼沒有一個會不開心 全部都有一些得著 是拿走的 當然對於利物浦來說 可能會比較開心 因為經過剛剛那個賽日之後 利物浦終於升上榜首 但阿仙奴的球迷 其實同樣不需要氣餒 因為還有九輪聯賽 現在就好像音樂椅一樣轉 這個綁手的位置 好像每一周都會選擇 阿仙奴就是 before match week 30 的綁手 而過了 match week 30 就到利物浦 是這個綁手 因為2比1擊敗了8里頓 阿仙奴就苦戰萬城 結果打成0比0 也是今天想跟大家探討的焦點 剛剛的這場0比0的對戰 也意味著頭三位六場球比賽已經打完 我相信這屆英超頭三 也不可能不是這三隊狼狂 在正式開始這場賽後平之前 首先也要恭喜阿仙奴的女子隊 那天 其實在當晚 那天 aynı時期 阿仙奴女子隊也是在打氣 這個男子事的聯賽杯決賽 最後在家時階段 1比0 läG 敗了車路士 Punkte 1 一 Jr 機敗 恭喜阿仙奴的女子隊 另外 呼籲大家 COS Comment Like 以及 subscribe 小弟的YouTube Channel rigtig dem Datgram 證明YG hou蕃波live 以及 Facebook Page 然後Face Ou compartil 在派我小弟佛系的管理之下,也剛剛終於過了一萬訂閱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錄影節目 錄影之時也是星期二的早上,Bluetuesday 經過一個長假期,早上要上班 現在是早上8時左右 回顧一下,今年初三的對決六場球 阿仙奴其實是未輸過的 阿仙奴在四場比賽中是兩勝兩和 即是兩對曼城和利物浦兩勝兩和 兩場作客都成功爭取了一場和球 而兩場主場對曼城和利物浦都是擊敗對手 我想今年已經不存在的 如果失貫,就是因為對著同級的對手 強強對抗六分球,失了分球 應該是不存在的 正如我的Facebook post 我覺得這場比賽很大的味道 延續回首循環的對碰 當時阿仙奴主場對曼城 同樣都是好像高手過招 足棋那麼精彩 但張力是很足夠的 大家都感覺到不想有任何犯錯 其實大家都沒有犯錯的空間 也沒有實現的錯誤 但也不是太多精彩埋滿 由於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手循環也比較悶 到最後才打破了Deadlock 還有一點幸運成份 而作客的戰程基本上是一樣的 以及在操縱上來說 曼城是佔優的一方 當然曼城的操縱 控球率的情況 由於他們回到主場 再加上下半場是真的押上來攻 有一段時間 所以控球比率的差異 所以這場比手循環更大 這場比手循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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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阿仙奴只有兩成多 所以如果你不是兩隊的球迷 因為在賽後 我看過一些公開球迷 如何看待這場球 大部分人在兩個方向 一是說 很悶啊 很睏啊 兩隊球都好像每次都在 每次都在 我覺得你說得對 正如我這件T 你說得對 沒錯 如果不是兩隊支持者 或者你不太懂得欣賞 戰術的角度 如何大家去博弈 或者是像下棋一樣去鬥 不容許有任何用錯率發生 其實你就會覺得 是很悶的 因為只從那些飛沙砍石 或者是你一拳我一腳 就不太懂得在這場比賽中 至於有些人說 阿仙奴很保守 或者是阿仙奴 或者是阿達sir 你這樣踢 控球率又這麼低 等等 全部人好像退均後 後場 即是一分都收貨 沒有來大志 抵擋你死 沒有冠軍 只能跟這些 naive 兼無知 如果這場是英超的 阿仙奴 如果落後給曼城一分 要拿冠軍 而踢到這樣 我應同 我應同 你對 但大哥 其實現在的英超 還有這場 還有九場 那些分數是咬得很緊 很久 即是 今季 你剛才說過 一勝一和 都是領導對手 好嗎 還有 我只能夠說 如果你說得出這句話 只能夠 說你不太了解 今年的阿仙奴 以及你不太了解 現在這一刻 爭拌的形勢 以及條件 以及阿仙奴 究竟 是靠什麼 還有 我只能說一句 一定是那些花生友 完全不知道 阿仙奴 過往幾屆 連續七年 已經在伊底哈德 輸球 當中 還有不少 輸球 零比三大敗 零比五大敗 都是經常性發生 上屆 亦都是輸一比四 所以 以往不僅是輸 而且每次都是輸 獲金 來到今屆的情況 終於有所逆轉 最重要的是 今年 阿仙奴 兩循環聯賽 對著 曼城都不用失球 以曼城近年的功力來說 可以兩循環對著曼城 都不失球 這絕對是一個成就 對上一次做到 是2122年的水晶功 再數上一點 就是2021年的曼城都做過 不過我明白 可能敵隊的球迷 或者是欺負人 想我們怎樣對著曼城 想我們好像之前的熱刺 打小兩個對手 都要推上去 這些 才叫做無盡 這些才叫做有心踢球 如果你是放低阻礙防守 就等於拍大巴 但事實上又是否 立即和大家揭曉一下 或者用數據來說 究竟阿仙奴是否真的 所謂的保守 甚至看看 半場的統計 HG方面 其實老實說 阿仙奴比曼城還要多 而且上半場 有一種很關鍵的數據 就是 是稍後會表現出來的 就是曼城在半禁區 其實曼城在阿仙奴禁區 中的足球次數 比曼城在曼城禁區 中的足球次數少 這裡可以看到 七成二對兩成八 控球率 但阿仙奴創造的機會 絕對比曼城 絕對不少 而大家的射門次數 和中目標賣門 是一樣的 即使去到下半場 被人 稍微再壓制多一點 但看看埋單 計數 HG的全場 都是0.85 對0.73 而曼城是0.12 對0.12 對0.12 再看看 這裡 就展示給大家看 今年阿仙奴 拉爾謀生 的東西 是甚麼呢 阿仙奴在HG 是屬於最低的一格 最低的一格 即是每場球 是最低的一格 是最低的 如果拉圖 在這裡 就是0.7 0.8 也就是符合今場 我們讓曼城 容許的HG 即是說 今場阿仙奴的防守 其實是一如以往 穩健的水準 反映今屆阿仙奴的實力 當然 在HG CREATER方面 其實也是三頭馬車 阿仙奴是最高的 每一場創造的機會 接著就是曼城 和阿仙奴 而曼城和阿仙奴 都不是差得那麼遠 而防守上面 阿仙奴是最出色的 這個GRAFIT 也告訴你 為何這三隊 就是 現在聯賽的頭三名球隊 這場賽後的Man of the Match 當然就是選了你 就是這個 沙烈巴 也很合理 因為沙烈巴已經連續兩場 成功冰封夏冷 其實連續三場 即是社區盾了一場 三場來說 夏冷都是零入球 所以最後拿到Man of the Match 在澳隊 自己隊長的手下 就接過這個獎 當然 其實沙烈巴 也不是這麼開心 因為她說 贏不了球 其實就不是100%開心 但是會接受 和球也接受 再看看今場 沙烈巴的數據 足球次數是全隊最多 因為 今天 其實阿仙奴很受壓的情況之下 很多時候 要靠沙烈巴 不只包球接球 接球接球 要靠他去出球分球 Tackles 1 Duals 1 解圍也是第一 反搶控球拳 也是第一 沙烈巴 以及加比爾 我覺得另外也要給加比爾 如果手循環 大家的焦點 好像落在沙烈巴 令到夏冷得0.00HG 其實今場 不單止是沙烈巴 單挑夏冷得 那麼簡單 你看到很多時候 加比爾 都會 接近夏冷得 你看到兩個人 如果你看看 Combination 或者Highlight 兩個人都有幾多 的身體 碰撞 所以防守 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 而今年 當然沙烈巴 當然 在外界來說 我覺得 級數會比較高 但同樣 也不可以 如果 今年 加比爾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 他們的前鋒 合作 或者是 他們的默契 越來越好 如果 當今 英超 甚至是 世上最佳的中堅二人組 可能 都真的不奇怪 這邊 夏冷得 和加比爾 在比賽中間 有一點衝突 但是 色英雄 中英雄 大家認識 大家都看得好 哥迪奧拿 首先 和加比爾 覺得他很好 然後 夏冷得 也同樣 和加比爾 來過深情的擁抱 最後 有些人 包括小弟 就拿過 基情的擁抱 作為一個 姿勢 我自己覺得 很棒 可能 夏冷得 或者一班 曼城的 球員 和領隊 心想 為什麼 阿仙奴 梅斯達菲 那輸 那些 去哪裡了 前季 還在炒 五個一餅 五比零 不是五個一餅 五比零 當時 排五後防 五中 五後衛 都失球 那場 又少了一個 格列薩格羅 這場 如果 單場 控球率 看阿仙奴 說 阿仙奴 拍大拍 你真是很簡單 很慘 首先 看阿仙奴 持球再腳 其實 都是積極的 拉爺 當是一個中堅 壓到出來的位置 兩個中堅 抹開 然後 你會看到 那些人是散到 幾前的位置 不過 今天 拉爺 有時候 開球 或者被迫 的時候 有些滑腳 試過幾球 斬出街 但整體來說 用拉爺 做一個 控球型的門將 今天 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做到 至於 曼城方面 這個構造 記不記得 我們上一集 探討過 究竟是4-2-4 還是2-3-5 原來 兩樣都不是 今天 直接用了 後備門將的奧迪加 做一個 也是 拉爺 的角色 然後 很神奇地 把迪亞斯 和 法迪奧 拉到 勁歪 的位置 法迪奧 拉到勁歪 我明白 法迪奧 這場 明義上是左閘 但是 迪亞斯 這場 在這場 都抹得很闊 就是 曼城 這場 主題是 如何用盡球場的闊度 然後 高華錫 會 和 基本上 和奧迪加 和尼敦 艾基 成為一條平線 去幫忙 做一個 建立 所以 這場 曼城 用了 很多 前場 的球員 去增加後場 的人數 而 霍頓 和 貝拿 杜斯華 都經常回到後場 很深的位置 而 阿仙奧 應對這 既然曼城增加了後場 的人數 如果 拍大巴 其實拍大巴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 所有人都失去禁區 或者 所有人都在任何時候都在低球的防守 什麼都不管 但是 阿仙奧 是否這樣做呢 其實不是 自己看一場 阿仙奧 如果曼城 在後場 上半場 其實是不斷在做前場 押忍 包括 上半場 幾下 針對著高華錫 拿球 時 撐他的狀態 可能還未到達最健康 或者有些 慢 所以 嘗試逼迫他 也試過 一兩次 逼迫高華錫 成功 反擊 耶穌仔 其實上半場 也有幾下的機會 所以 上半場 通常來說 耶穌仔 又愛又恨的一個 他 一如以往地 在一些 很窄的禁區 外面的位置 扭到球 或者是 有些心思 但是 硬是扭完之後 最後一下子 就不知道他想怎樣 因為就是射不到 因為 起腳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這是一向 耶穌仔 的問題 所以 你看到 曼城 的構造 阿仙奴 同樣 也有個 類似man to man 的應對 但曼城 亦不是散油的椅 曼城 就是 通過 貝納 導師說 到很後的位置 但是 阿仙奴這一刻 前場 是有 超過六個球員 而奧 也經常性 指揮的迫搶 上半場 我覺得 前場 相對上 是正常 或者是強度 比較大的 下半場 由於可能體能的關係 尤其是尾段 在尾段 尾段 真的似乎做 一個 低階段的防守 那麼 曼城 亦都 很希望 就是 通過 製造邊路的三角形 曼城 今天很簡單 當所有人 在後場 OK 幫拖拖 後 會趕回 阿仙奴的人 專注做 低階段的防守 而阿仙奴專注做 低階段的防守 而阿仙奴專注做 低階段的防守 在兩邊 嘗試拘捕三角 希望可以拆散阿仙奴的防線 但問題 阿仙奴今天 是很相對的 就算你在哪裏 拆散三角 沒有問題 我反而是 收窄的防守 今天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阿仙奴 就是一個4-4-2 大家要欣賞阿仙奴的防守 美學 今年是4-4-2 而且你會看到 一些人很緊密 基本上 塞了一些洞 令你沒什麼位 一拿球 是兩三個 兩三個 每一個球員 一拿球 尤其是霍頓 迪布尼 貝拿道斯華 或者夏蘭 這些前場 有威脅的球員 一拿球 很快已經超過一個球員招呼 跟手循環的情況 有點不同 大家記不記得 手循環的情況 反而阿仙奴 是用一個 抱歉 不是手循環 而是上屆 上屆 作客曼城 輸波場 天王山決戰 季尾 那場輸1比4 那場阿仙奴 是用一個man mark 的模式 但是你man mark 夏蘭特 賀定 很難搞的 這個球 正正就是 你man mark 然後賀定 對上來 夏蘭特 得住你 然後說過就過 然後就被迪布尼 然後被迪布尼 迪布尼 應該是被 湯馬斯 拍迪man mark 你看到 你用man mark 對著曼城 是一個很高的風險 如果是全場man to man 所以這次阿仙奴 學醒了 他在前半場 押忍 和你玩man to man 但是到後半場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很緊密的區域聯防 去搜尼 多得就是 一些逆風的球員 薩卡仔 甚至是耶稣仔 都真的經常回到 很深的位置 去幫忙 應對對方的Y triangle 很簡單 其實有時候 你聽聽對方的評價 對方的評價一定是 很實在 比你的公海球 或者我這些 你覺得我在說戰術 貝拿道斯華 聽聽當事人說 他就說 很難打 對著他們 他說 當他們壓上來 就是man to man 但是當 我們圍著他們 半場打的時候 他們就 不是man to man 就是Loblock 再加他們的逆風 經常當雜 這樣用 很難去撕破他們的防守 貝拿道斯華 跟去年4比1 那場不同 他就說 去年4月 我感覺到他們 就是全場man to man 他說 全場man to man 對我們來說 是50-50 有機會突破 就很厲害了 我們有很多快樂的球員 特布尼轉身靈活 夏蘭特 一對一 和他們來說 都是高手 但是今天 喂 不同了 當然了 喂 經一 經一視掌一致 如果不是 阿迪達就沒有進步 如果不是我覺得 絕對我們有權 調救阿迪達 但是 很明顯 阿迪達 是完全吸收了之前 對師傅 是差一點 還有 也是那句 今天就繼續 好像我賽前所說 師傅出招 他是拆招 師傅下半場 換了道股出來 在右手邊 打算找一些X-Factor 因為既然 很正常的猜拳突破 開始做來做 都做不到的時候 我覺得 哥德奧拉 換道股出來 製造亂動 也是很合理 但是 阿迪達 立即應對 立即換富安 和湯瑪士帕迪 再加強 新強對抗性 和富安進來 就是入體基維奧 就是一對一 進來一對一 所以 哥德奧拉賽後 對著這個Lowblock 都在半開玩笑 他說 回答記者 如果要撕破阿仙奴的Lowblock 我可能要撕破其中一個人才行 當然 除了要稱讚後防球員 逆風球員 懷斯 今年加盟的Presence 是很不同的 你看到幾下Transition 的Attack 迪布尼布納 杜斯華上推 這些去到心臟地帶 往往懷斯的落腳 都是快行進 有些人覺得 今天阿仙奴好像有點矛 不知道為什麼 強強大戰 你一定要夠狠 夠激 才會令對方 覺得你不太欺負 以往我們就是什麼 以往我們就很欺負 所以你的公開球迷要撩 儘管撩 我們領略過太多 阿仙奴球迷 我馬上想出來 就是 幾年前的聯賽杯 決賽 雲爺爺還在這 就好像是最後一屆 對著曼城 梅斯達菲 被阿古路撞一撞 以為球證吹淘 大哥 球證不吹淘 OK 結果他只有望子 攤開雙手 阿古路就一個 麻煩 已經過來了 然後單刀進去 這些就是 弱 這些就是耐弱的表現 對嗎? 被人笑 現在我們不一樣 這次不一樣 除了球員的身體不解決 不解決之外 他們的精神屬性上 也不解決 大哥 你說什麼 有些人我見過 可能在公開看直播的時候 又說什麼 校域師經常都陰陰濕濕 又說一些阿仙奴球員 可能又落居 扮無辜 就是這樣的 喂 你有沒有見過球員 淘汰完之後 或者硬淨完一輪 然後球證吹淘汰 然後 會跟球證說 是呀是呀 不應該這麼硬 你屁我吧 你屁我吧 其實不會的 其實相對的 而且每一隊球對著曼城 一定是 特別嚴重的 同樣 曼城這場 對著阿仙奴也是 很嚴重的 而且今天 我自己只能夠覺得 在安東尼泰來 吹佛的尺度 是比較寬鬆 他是很結實的 即是沒有說 我曼城 用回差不多的動作 對著阿仙奴的球員 他就不 吹曼城 球員犯規 他又沒有 他今天純粹是 一些身體碰撞 他是不吹 另外一些 只要你不是 一些很明顯 技術性的犯規 或者是 真的很噁心的犯規 很黃衣的犯規 他沒有拔牌出來 只能夠說 大家 要明白 或者適應了 安東尼吹佛的尺度之後 你就 within the rules 去做你想做的事 至於 有些人說到 阿迪達或阿仙奴 沒什麼真正心 其實如果你看回阿迪達 甚至沙列巴 都覺得 這場球 其實和球 不是最滿意的結果 其實他是想贏 但是 正如阿迪達之前 對波圖 歐聯首回合 賽後說 if you don't win don't lose 這場 對波圖 真的輸了 但是這場 他真的做得到 成功成功 成功成功 0比0 而且 最有機會 入球下半場 阿仙奴也不是沒有 就是後備進來 托沙的這一下 他選擇自己推 推到閘位 一射就被奧迪加封道 當時 如果他在這個位置 看到中間 也是後備入體的球員 馬天 真是爽 當然 我覺得 你不要要求那麼多 如果這個是迪布尼 他看得到比 也很正常 我懷疑托沙 我們有上帝試過 當然也看到 但我懷疑托沙 可能被trackback的 曼城球員遮住 可能他看不到 也不出奇 就算看到千均一發之下 他是不是有信心 真的這麼精準地 可以交到呢 大哥 後來 托沙始終 只是一個二千萬都不夠的球員 OK 他也是X-Vector為主 所以他就算交不到 看不到這個球 也不會怪他太厲害 起碼他也能夠完成 另外 隊長奧隊整場 是跑得很多 下半場 看到他有點震驚 就是 那些隊友可能 前場的比賽頻率 是低了 他有時也會有發隊友 猛疹 而且我覺得奧隊 今天的表現 整體來說是挺好出色 不過 雞蛋裡挑骨頭 就是有幾下 其實下半場 難得的反擊機會 就是在奧隊 那裡 其實他全球倒了 或者 他還沒轉好 唐太 就已經想比 有點心急 浪費了一些可以打反擊的機會 但總之來說 你看到奧迪加特 下半場 有些在對方禁區外 去酷球 用球 對方的半場 其實都不容易 他很多時候 一個對著兩三個球員 前場有一個球員 固定球 來減慢 輕輕的節奏 其實就是奧隊今天做的事情 剛剛 一隊後備換進來 我都說了 各自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尤其是 湯馬斯帕迪 一開始大家有點擔心 好像很慢 但是 我覺得佔入街景 湯馬斯帕迪 去到 托沙的攻勢 其實就是 湯馬斯帕迪 那些招牌的 看到定 給奧隊 再給托沙 所以我覺得 湯馬斯帕迪 接下來季尾 可能最後十場八場 證如有些球迷都在我的帖子上留言 就是 可能他的狀態 能否復甦到 都是阿仙奴的關鍵作用 以及 比賽頻密 例如周中有場 對盧頓的比賽 會不會湯馬斯帕迪 這些可以打正選 我覺得 周中 湯馬斯帕迪 打正選 代替左真龍的機會 其實都不小 另外就是 薩卡仔 似乎都真的未足 這場 最後是 恩雙離場 雖然賽後 沒有大問題 馬斯帕迪 所以薩卡仔 明顯都看到 尾箱得好 影響了他的發肺 扭波 沒有之前一波 連勝大炒對手 那麼順 另外一個 無名英雄 Band Weiss Band Weiss Band Weiss 今天無論是對著霍頓 或者對著後來入替的基里薯 其實完全沒有什麼機會給人 還有 賓韋志 有時收入禁區中的一些關鍵防守 是很棒的 即是他是很聰明的球員 不會跟你輕易落腳 都是看著位置 一有機會 就嘗試去撩走你一個球 我自己覺得 其他的球員 其實這場很多都打得不錯 譬如 校律師 前一場都相當樂力的演出 上半場幾下 撐到球 以及跟隊友做駁腳 都是不錯 不過 都是去到下半場 看來有少少下滑 我想我大部分的球員都說過 應該可能是基維奧 基維奧 基維奧 比賽初段略見緊張 有一兩下 失誤被人反場 但之後都叫做 重回正軌 頂到他下半場中段 任務完成 讓庫安入體 所以 這一分是整隊努力的成果 終於上課堂 交完學費 經常都說交學費 究竟要交學費多久呢 今屆就似乎看到 我們好像終於交完學費了 現在這場和波之後 繼續都是三頭馬車 誰去冠軍 還是很難說 雖然根據Opter的統計 這一刻 獲得冠軍 最大機會率 經過剛剛的賽後 就是利物浦 47.7 而馬城是33.5 阿仙奧和完球之後 其實跟之前 都一樣 都是20%左右 沒錯 繼續讓我們低調 靜靜地 看看有沒有機會 季尾有意外的驚喜 當然還有兩邊的戰線 今週也有周中快車 也是那句 記得CLS 留言 按讚和訂閱 周中將會和大神一齊聲音直播 阿仙奧對著盧頓的周中快車 清明的凌晨見 今集的節目時間也到此 清明凌晨見 拜拜